臺灣機場爆發本土個案 桃園市長鄭文燦一早前往中正市場視察 他表示希望可以儘快的築起防火牆 來防堵疫情的擴大 而就在剛剛華誌新聞 收到最新消息 就是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長 剛剛證實桃園地區新增 一例確診也是機場的清潔工 主要就是針對我們車隊的人 還有清潔公司 還有我們桃園機公司本身的人 這個數量不少 那詳細的數字 我們統計出來再告訴各位 今天都會結束嗎 今天都會採檢完畢 還是要拖到明天 不不 今天都要採檢完畢 那麼我們也設置了三個 社區的採檢站 那昨天已經有 兩百多位民眾來採檢 那如果有需要 那請民眾到我們的社區採檢站來採檢 那我們希望這一次的機場的群聚感染事件 能夠建立起最快最有效的防火牆 那我們希望民眾多配合 那中間市場修飾三天 那這段時間請大家戴起口罩 我想這個確保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第五例是一個 也是清潔工房 他也是這個清潔工的 他們工作的範圍也一樣 那我們昨天把他採檢裡面 給再抓出一粒口 那目前他的住宿還是在中立 目前確診者除了案一七一二三八沒有症狀之外 其餘三人都在一月一號到一二號發病 案一七二三零的CT值最低 案一七二三八的CT值 二四點六 案一七二三九的CT值二四點五 而這個案一七二四零的CT值最高二八點四 今天又上午又傳出新增一粒 這個心結源確診 於一月四號出現症狀 短短四天已經有五個人發病確診 他們劇場內的病毒傳播鏈 還要等指揮中心調查 釐清